刚开始就以花不息下 以花不息下 为什么要以花不息下 原来是断句的 以花不息下 厌其凡胜 果不威焉 就是这个花鲜花 被他这个道隆寧一做 没有做扁 没有不做扁 要表示呢 这个道隆寧 果不虚传 果不虚传 他是有道恨的 有道恨的人 有道恨的人 即简文帝建座之后 简文帝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会计王司马玉 司马玉 司马玉是东晋的开国原帝 晋原帝的最小一个儿子 最小一个儿子 这个司马玉 司马玉 他还没有当上皇帝之前 就风扎在会计 当会计王 他从领朝政二三十几年 然后呢 在这个还温的时候呢 扶他呢 当做做皇帝的简文帝 但是他只做了两年 只做了两年 他就过世了 司马玉简文帝 简文帝的时候呢 的乌朝太极殿 乌朝太极殿就是乌鸦 或者很奇怪的这些鸟 就在这个太极殿呢 做这个朝 而且很多 很多 这是不好的征兆嘛 不好的征兆 所以这个皇帝他就简文帝呢 他就很紧张啊 他当然就询问天下高僧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那当然有些高僧大德啊 就栽戒起伏啊 那这个 这个简文帝啊 他听从呢 这个简文帝呢 就说这西南方呢 有女人师 能灭此怪 简文帝啊 说是西南方 有这个女人师 能灭此怪 所以简文帝啊 他就特别派遣使者 到这个乌江寺呢 去迎这个道隆 迎这个道隆 请教这个道隆 说这个太极殿啊 有这种现象 那这这种 不好的现象 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那这个道隆 你呢 就跟这个简文帝 建议啊 建议说 唯有清灾七日 受辞八戒 受辞八戒就是八观灾戒 八观灾戒 八观灾戒在当时候 东晋时候呢 很 也满盛行的 也满盛行的 很像有没有介绍 所以这个道隆尼呢 就跟简文帝呢 司马玉 建议说清灾七日 受辞这个八观灾戒 自然就会消灭了 因为这个简文帝啊 他本身就很 很富持佛法 跟这个南邦之道顿啊 之道灵啊 很要好 很要好 所以呢 他呢 就听从了这个道隆尼的建议啊 受辞八观灾戒 整树一新七日未满 就是还没有到七天呢 这些群乌啊 尽急运草而去啊 就不见了 不见了 这样的感应啊 感应啊 所以这个简文帝啊 身信众 他就很信仰 推崇尊 尊重这个道隆尼 道隆尼 道隆尼 这个道隆尼的一个传记啊 那后晋 显耶 尚佛 就是东晋耶 这些显官达人啊 这些贵族 民事啊 尚佛 就是推崇佛法 道隆之利耶 因为他有 对这个 简文帝啊 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 有所呢 有所呢 出力啊 而有获得这样的一种感应啊 所以东晋啊 东晋啊 这些 达官贵人 这些民事之流呢 推崇佛法 道隆之利耶 等到夏武帝的时候呢 夏武帝的时候呢 更加 推崇尊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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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了这个 后来呢 这个道隆尼耶 呼而绝肌讲 不知所在 就到了后来 这道隆尼耶 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他就不知所在了 不知道哪个地方去了 所以呢 这个夏武帝啊 热葬其一波啊 就是一波种 因为人不见了嘛 人不见了 所以 以他的一波呢 这道隆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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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八观灾界啊 可以说是 那东晋时候啊 这些达官显耀啊 这个乐于参与的一种灾会 这怎么说呢 就是在广宏明集里面 他就有正好有收入到这个 东晋之盾 就是之道隆 就是北方是道安最出名 南方就是之盾 之道隆最出名 那这个之道隆呢 他就做了这个八观灾师三守 八观灾师三守 西松就有在这个三守八观灾师呢 的这个开头呢 写的这篇序文 这音缘 说这篇他解这三守 八观灾师的一个缘起 里面就有提到 说箭与和表记 就是和冲啊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和冲 这和冲呢 他们呢 几个二十四个人呢 来受持这个八观灾 受持这个八观灾 那就以这个十月二十二日 大家报到集会 而且在这个无县啊 这土山 无县土山就是现在的这个浙江余寒山啊 浙江余寒山这个地方呢 大家集会受持这个八观灾界 那二十二日报到嘛 云来集 那从二十三日清晨开始 受持这个八观灾 那道士白衣啊 道士就是指我们这些修道人啊 不是指这个 这个道家之士 不是 是指这个修道人 出家人 白衣就是在家居士 知衣白府 有二十四个人呢 共同来受持这个八观灾界 二十三日的清晨为灾史 二十四日呢 为日昭呢 就是明相初啊 可以看到这个手文啊 这个手掌文的时候呢 于既要也是之己 又有绝要之怀啊 所以便独住 就是这个指道灵呢 当大家都 灾界受持完了之后 离开了下山了之后呢 他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呢 继续留在那个地方 独住啊 独住 那我们从这一首 这个 知遁的这个八观灾史序里面 提到说这个 何表记何冲 大家呢 几个二十四个人呢 来受持这个八观灾界 然后到二十四日的这个清晨啊 日出啊 明相初的时候呢 众贤各去 就可以看出耶 那时候呢 这个受持八观灾界呢 可以说是 当时后呢 这个明流亚士 达官贵族的一个 时尚呢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是时尚 时尚 那我们在这个同样的 在这个红明景里面 他也有记载 正好这个东晋的这个 西操 西操呢 也是一个 佛门的一个 很复词的一个复法 那我们等到 讲到这个道安 过之道灵的时候 都会提到他 所以大家可以记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记起来 西操呢 他写的这个奉法要这篇文章 他就说 以行五戒 便更进一步呢 修这个三月呢 六灾日 此这个六灾日 那凡灾日皆当 鱼肉不咸 云中而食 就是 中午之前 中午之前 中午之前可以吃东西 几中之后 甘香美味 亦不得尝 就是过了午后 至 过午之后 就过午不时了 过午不时了 然后呢 远离房市 不着六欲 不得鞭塌 骂言 趁驾牛马 代此殡葬 那妇人呢 则去香花 知粉之事 端心正义 勿存柔顺 那从这些都可以看到 这个八观灾戒 八观灾戒 受此这个八条戒律 八条戒律 就是 烧道淫望久 这个淫是正淫 因为八观灾戒 是更进一步 所以这个 沙道淫望久 这个淫是正淫 所以说要远离房市 那如果是五戒的话 是邪隐 一夫一妻之外 不可以 但是受此八观灾戒 就是正淫 那一天晚上 就远离房市 不着六欲 这个沙道淫望久 不听歌舞唱技 不坐高广大床 不着香花徒生 这八条 还有这个过不时 这八条戒律 那重点在这个地方 说栽者不为先王 见债 先王 就是过去的 这个六亲眷属 见债就是还 见债的 这些六亲眷属 知识亲属 并及一切众生 皆当因此自成 各相发心 心迹感发 则终免罪苦 事以忠孝之事 勿加勉力 良以兼政之功 非徒在己故也 非徒在己故也 这一篇 这后面 这是重点 就是 这个西超 写的奉法要 这篇文章 它里面 就提到说 灾者不为先王见债 先王见债 后面又说 良以兼政之功 非徒在己故也 就是你受持八观灾戒 这个功德 可以普及到先王 还有见债就是现在 就是过往的六亲眷属 或者呢 现在的六亲眷属 都能够因你受持 这个八观灾戒 的这个功德力 能够得到这个 普应 普到普应 所以良以兼政之功 非徒在己故也 就是 他能够达到 这个政绩 这个先王 的这个功能 所以呢 不是只是你自己 受持这个八观灾戒 的这个功德力而已 那 这一点呢 这一点 是这篇文章 这个 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 慧远大师啊 他为什么会那么样的坚持 神不灭论 当然 神不灭论 在当时候呢 是一大的议题啊 不管是皇帝也好 或是臣子也好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 尤其是到了梁武帝的时候啊 更是以皇帝之尊啊 跟臣子啊 来辩论 这个神灭不灭 这个问题啊 这个议题啊 所以这个议题是在当时候 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啊 很大的议题啊 那么 中国人的观念啊 中国人的观念啊 就是圣中追远 有这个祭拜祖先 这样的一种 圣中追远的一种观念啊 那如果神灭之后啊 就什么都没有 神灭了之后 就什么 人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 这对中国人来说呢 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如果人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还拜什么祖先啊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对皇帝来讲 他更不能接受 为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皇帝啊 还没有死之前啊 他就在见他的临寝 为什么见他的临寝 他也想要说 他死了之后 来继续当皇帝啊 所以秦始皇 就兵马俑 就是这样啊 这秦始皇 他不独要他的秦家 后代子孙啊 一皇二皇三皇 永远坐下去啊 包括他秦始皇 死了之后啊 在另外一个空间啊 他依然是当皇帝啊 所以他都见了这个兵马俑 就是这种观念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呢 他不认为说 人死了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 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 这个问题呢 可以说是追溯到这个印度啊 这个佛陀时代啊 佛陀时代呢 他领悟到这个缘起法 缘起法 缘起法 一切就是空 空性 那佛陀呢 他依寻呢 他依寻还是接受了 这原有 在印度 佛罗门 教的这种轮回的观念 轮回的观念 佛陀呢 他并没有 因为他开悟了之后 他就否定掉 印度 佛罗门 既有的 这个 轮回的观念 佛教呢 还是依寻的 因为 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轮回 的现象嘛 所以没有否定 没有否定 但是呢 谁在轮回 佛陀就没有讲了 佛陀就没有讲了 那佛陀没有讲 我们众生总是都会有这种现象 打破砂锅 问到底 这还问砂锅在哪里 既然有轮回 那么谁在轮回 佛陀不讲 那佛陀不讲呢 就没有一个圣言量的 就可以大家各自表述 就可以大家各自表述 所以这个布派佛教 就有很多种讲法 就有很多讲法 就是圣义我啦 或如来藏啦 这些种种 这样的一种各自表述 的一种说法 因为众生呢 总是 想要知道嘛 谁在轮回 既然有轮回 那么谁在轮回 佛教说无我 那既然无我 那谁在轮回呢 这佛陀不讲 那佛陀为什么不讲 佛陀就会以这个箭 做一个辟语 他说你一来到人间啊 你就像中了这个毒箭 中了这个毒箭 所以你重点是如何赶快呢 医治这个毒 而不去思考 这个毒是用这个箭啊 这个毒箭的箭啊 是用什么羽毛做的 这个毒箭啊 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做的是谁设的 从哪个方向设来的 你去探讨思索这些问题啊 这些哲学性的问题啊 没有意义啊 你的重点是赶快医治你这个毒 赶快去毒 赶快去毒 那你才能活啊 那你在这个时候 你不赶快去去毒 去医治这个毒 你去思考 这个毒箭的羽毛 是用什么鸟类的羽毛做的 是从哪个方向设来的 是谁设的 是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 所以佛陀就不讲 佛陀就不讲 那因为佛陀不讲 所以就各自表述了 各自表述了 那这个问题呢 一直来到我们中国呢 依然呢 大家在讨论 尤其是中国人呢 就有这种圣宗追缘 祭拜祖先的观念啊 所以如果说 神人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的话 都是空的话 中国人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这个为什么 慧元大师啊 他身为一个佛学大家 他依然还是坚持着神不灭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 观念的一个底线 底线啊 你如果太过于强调 一切无我 中国人不太能够理解 不太能够理解 我都是空的 中国人不太理解 所以呢 你就跟他说呢 这个接受这个 慧元呢 就接受了这个 生意我 生意我的这种观念 那这些呢 很 有得讲 很有得讲 我们等到这个 慧元大师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详细的探讨 那这里只是提到说 这个可以超见这个先王 这个受此八观在界可以超见先王 这一件事情 这表示说 那时候的这个大家普遍的观念 还是认为说神不灭论 神不灭论 人死了之后啊 不是什么都没有 不是空的 那这样才能被我们呢 中国文化 祭拜祖先 圣宗追元啊 能够接受 能够接受 所以在这个 西超的这个奉法 论奉法文啊 它里面啊 就有提到说 受此八观在界呢 可以为先王 六亲眷属 至于现在的六亲眷属呢 能够呢 获得呢 福利啊 获得福利啊 能够让他们呢 终免罪苦啊 终免罪苦 所以呢 这个受此八观在界 不独呢 是对自己有利 能够兼有这个 政绩之功啊 政绩之功啊 这是这一篇 的一个重点啊 所以可见呢 可见呢 这个八观在界 在东晋时代啊 它可以说是 在贵族里面啊 的一个时尚 和一个时尚 流行的一个情况啊 在这里呢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哭持生命电视台 邮政画播 护明 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制业基金会 华波帐号1996-5232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土地银行005 帐号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救护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逢观世音菩萨即普贤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至业花莲中心 清明追思礼主 起见礼拜梁黄宝产 点灯供水护生药供即甘露诗时 消灾超见祈福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 日期113年3月27日星期三至3月31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奉福恩 敬邀菩萨参与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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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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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